愛因斯坦對於宇宙的理解 錯了嗎? 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 重新改寫了我們對於時間、空間與質量的認知 也開啟我們對廣大宇宙研究的大門 在宇宙物理學如同大霹靂快速發展之時 我們也發現 愛因斯坦最早提出的宇宙模型 可能並不完全正確 準確來說我們發現 我們過去對於宇宙的理解可能真的太少了 少到我們至今所觀測到的所有物質 可能人不到整個宇宙組成的百分之五 並不是說這些能量或是物質距離我們太過遙遠 而是他們可能就在附近 而我們卻全然不瞭解它 其中佔了將近宇宙組成七成的暗能量 到底是什麼來頭 我們能徹底瞭解它 同時為我們宇宙的存在 提供一個正確的解釋模型嗎? 又或者我們能夠掌握它 來改變宇宙的未來嗎? 伴團們氣溫變化大 冷得很有感 好想摸在棉被裡 不想出門也不想動吧 這樣軟爛可不行 來跟我一起喝一包 老邪珍熬雞精暖薑口味 添加天然特級乾薑 溫潤不嗆口 與老母雞、豬男牌一同熬煮 完整保留所有營養與精華 每100毫升 富含薑辣素258微克 迅速提升代謝力 能幫助調整體質 適合長期久坐 長期站立 缺乏運動的人 伴團們 記得天氣冷 熱熱喝 溫暖加倍 同時補充體力 提升代謝與保護力 喝完就繼續看影片吧! 暗能量 Dark Energy 到底是什麼? 這聽起來有夠中二的名字 難道是暗影大人的新能力嗎? 其實暗能量的暗 指的是我們看不到也摸不到 用上各種波段的電磁波 都察覺不到 甚至現今沒有任何儀器 能偵測到它的存在 因為我們無法感受到它 不知道它的形態 所以稱為暗能量 也就是說 如果暗影大人 或是哪個最終BOSS的絕招是 暗能量波動 當巨大的能量朝你襲來 不用擔心 站在原地就好了 因為它只會穿過你的身體 打不中你的 同樣的 你可能也聽過的暗物質 指的也是我們無法探知的未知物質 也就是說 暗物質並不是指某種特定物質 叫做暗物質 任何我們現在還無法探測到的 都可能是暗物質的其中一種 題外話 近年某些暗物質面紗底下的容貌 已經逐漸被我們虧見了 例如微中子 這部分之後我們介紹暗物質的節目中 我們再來好好討論 今天先來跟大家聊聊 佔了宇宙職能七成的暗能量 矛盾大對決來了 既然我們摸不到也看不到 我們怎麼知道暗能量存在 還是只存在我們的中二想像中呢? 我們得將時間回推 到最早認為宇宙中有未知能量存在的 那個人 他不是別人 就是鼎鼎大名的愛因斯坦 1916年愛因斯坦推導出廣義相對論 解釋物質和能量如何影響 時空的彎曲和演化 愛因斯坦當時認為 宇宙應該是靜態的 但若宇宙中只有物質 那麼宇宙應該會受引力吸引 而他說 因此需要反向的能量來平衡引力 這股能量平均地存在於空間當中 愛因斯坦當時引入了宇宙常數λ 來平衡它的靜態宇宙模型 而知道非常近期的1998年 暗能量這個詞 才由物理學家麥克·特納提出 在愛因斯坦之後 著名的宇宙學家傅里德曼 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認為宇宙不一定是平衡的 也可能正在收縮或膨脹當中 並根據《廣義相對論》推導出傅里德曼方程式 關於傅里德曼方程式的故事 你可以從右上角的資訊卡找到它 先前我們有好好介紹過 暗能量不只存在於理論上的預測 同時期的天文學家開始發現 我們熟知的銀河系 並無法代表整個宇宙 原來夜空中很多像是星雲的天體 其實都是遙遠的星系 宇宙遠比以前認為的大得太多了 1929年 哈勃進一步發現這些星系 竟然正在遠離我們而去 而且距離我們越遠的星系 遠離的速度就越快 宇宙竟然真的是以地球為中心 而地球利用強大的排斥力 將其他的星系用力向外推開嗎? 痛みを感じろ 新羅天聖 當然不是 想像一下宇宙就像一個葡萄乾麵包 上面布滿的葡萄乾就是各種天體 當麵包發酵膨脹時 不論站在哪顆葡萄乾的視角 所有天體的距離都是互相拉遠 而且距離越遠的天體 彼此遠離的速度就越快 也就是說 哈勃觀測到的結果 顯示整個宇宙正在膨脹 但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宇宙的膨脹速度 是隨著時間經過 越來越快的加速膨脹呢? 還是膨脹速度 正在隨著時間趨緩的減速膨脹呢? 為什麼這個問題很重要? 因為如果是減速膨脹 靠現有的引力理論就可以解釋了 宇宙中天體所提供的引力 正在使宇宙減速膨脹 甚至宇宙的結局 可能會是宇宙重新塌縮 但如果宇宙正在加速膨脹 那麼只考慮引力就不夠了 為了抵抗向內塌縮的引力 勢必要有股力量 將宇宙向外加速推開 這時候就需要加入暗能量的存在了 為了確認宇宙正在減速 還是加速膨脹 好推算暗能量是否存在 科學家再次將目光投向宇宙深處 隨著觀測技術越來越進步 天文學家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 觀測更早期的宇宙 越遠的天體發出的光 需要經過越長的時間才能夠傳到地球 假設我們觀察距離地球 一億光年遠的星球 由於我們看到的影像是從星球出發後 經過一億年才到達地球的 因此在望遠鏡中看到的 其實是該星球一億年前的樣子 只要利用這點 如果我們將望遠鏡頭 對向更加遙遠的宇宙深處 就能看到更早期的宇宙樣貌了 幫助我們了解宇宙過去的樣子 科學家主要透過三種方式 分別用來觀測 晚期、中期、到早期的宇宙 第一種方法是觀測EA型的超新星爆炸 它指的是當一顆致密的白矮星 到了生命末期 吸收大量臨近半星的氣體 使得內部的重力超過某個極限 引發失控的核融核 而形成的超新星爆炸 這個爆炸會在瞬間釋放出許多能量 亮度甚至可以避免整個星系 因此即使是很遙遠的超新星 也可以被地球觀測到 天文學家之所以那麼關注它 是因為每個EA型的超新星爆炸時 產生的尖峰光度都相同 可以直接作為觀測或是亮度的比對參考點 又稱為標準燭光 當它離我們越遠 亮度就越小 只要觀測亮度 就可以得知它離我們的距離 接著透過光譜分析 我們還能得到這個超新星遠離我們的速度 這就像是舊屋車在靠近和遠離我們的時候 緊迪的聲音頻率會因為我們和舊屋車 相對速度的改變而產生變化 同樣的道理 放在電磁波上 當超新星遠離我們 電磁波頻譜的頻率會下降 我們稱為頻譜紅移 最後 只要我們同時觀測好幾顆超新星 並且量測每一顆的距離 和遠離我們的速度 看看是不是真的離我們越遠的超新星 離開的速度越快 就可以知道宇宙正在加速或是減速膨脹了 第二種方法是觀測宇宙大尺度結構 宇宙中星系的分布其實是不均勻的 有些地方有星系團 也有一些地方是孔洞 整個宇宙就像是網子一樣 這是因為宇宙在形成星系時 向內的引力以及向外的氣體以及光壓力會彼此抗衡 就像我們在擠壓一個彈力球一樣 向內壓時內部的壓力會增強 導致物質向外拋射 壓力減弱後又會停止拋射 這樣來回震盪的過程 就在宇宙中形成了一個個震波聯誼 稱為重子升學震盪 有趣的是 當好幾個地方都在震盪 就會產生類似好幾個水波 互相撞在一起的干涉現象 而這個宇宙規模的超大水波潮中 波幅部分聚集較多物質 就會形成星系團 波結部分不足以形成星系 就形成了孔洞 是不是覺得我們的宇宙就像是一鍋湯呢? 而我們只是裡面毫不起眼的一顆胡椒粒呢? 不過即使是連一粒胡椒都不如的我們 透過觀測宇宙星系分布 並透過理論計算 人類科學家還是可以得知這些結構的大小 並且推知這些結構上的星系距離離我們多遠 最後再搭配紅衣光譜 一樣可以算出宇宙膨脹的速度 今年7月升空 11月8號從太空傳回第一張照片的 歐基里德太空望遠鏡 它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 專門觀測中止升學震盪 來研究宇宙大尺度的結構 歐基里德太空望遠鏡 有望帶給我們對宇宙的全新認知 關於這一部分 我們很快會再來深入介紹 第三種方法是透過觀測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它是宇宙的第一道曙光 在此之前 宇宙的能量很高 光和電漿相互作用 不會走直線 但是到了宇宙38萬歲的時候 宇宙已經冷卻到足以讓電子與原子核結合 宇宙終於變得乾淨了 光也終於可以走直線了 而38萬歲時的早期宇宙畫面 至今人不斷透過遙遙137億年的時間 抵達地球 被我們觀測到 稱為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有趣的是根據這些照片 我們能發現早在137億年之前 宇宙各處就不是均勻的了 透過分析這些微波的分布 科學家能計算出當時宇宙的組成成分 這時我們發現 目前的已知物質 也就是元素週期表上看得到的原子 只佔所有能量的4.93% 而看不到的暗物質 佔27.17% 欸? 那還有67.9% 將近七成的組成分是什麼? 科學家認為就是暗能量 哇咧 暗能量佔的比例這麼高 那我們未來有機會從空間中汲取無限的能量嗎? 先不要想得那麼美 其實暗能量在宇宙中的密度很低 依照值能等加公式 質量跟能量是可以互相換算的 換算下來 暗能量每立方公分只有10-24次方公克 相比之下水的密度是我們都知道的 每立方公分1公克真的微乎其微啊 之所以暗能量在宇宙中佔的能量比那麼大 是因為它均勻地存在於廣大無垠的宇宙中 不像一般的物質 只集中在一些星系和星體中 現在我們知道暗能量存在 而且量也不少 但回到最關鍵的問題 這些暗能量到底是怎麼來的? 科學家普遍認為 暗能量是來自真空能量 根據量子力學 我們過往認為的真空 其實會不斷短暫地出現粒子 並消失 而這些量子的長落 便會產生真空能量 雖然這聽起來很玄 但各位看我們的影片 並按下訂閱之後 這些訂閱數就一定會是真的了 都看到影片最後一段了 拜託大家動一下手指吧 而量子力學除了能在真空中 產生真空能量之外 這個過程甚至可能幫助我們開啟蟲洞喔 關於真空能量與時空旅行的關係 可以參考我們這一集喔 為了重新認識我們的宇宙 科學家此時再次拿出了 宇宙常數LAMDA 跟傅里德曼方程式 建立了一個可以完美解釋 前面三種觀測結果的模型 LAMDA CDM模型 LAMDA CDM 是近代在解釋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宇宙大爆炸時最常被使用的理論了 目前對於宇宙歷史以及加速膨脹的圖像 也都基於這個模型 不過LAMDA CDM 理論 仍然有兩個致命的問題帶解決 第一個是理論中的宇宙常數LAMDA 應該要與位置、時間無關 是一個不隨時間變化的常數 然而針對觀測早期和晚期宇宙 所計算出來的宇宙常數數值 卻不一樣 要如何解釋這個觀測的差異呢? 第二個問題是 假設暗能量是真空中的量值漲落所造成的 以此推算出的宇宙常數數值 排合觀測差了120個數量級 也就是10的後面有120個0啊 整個宇宙中的原子數量 也才82個數量級而已 因此科學家也提出了其他可能的暗物質理論 比如認為暗能量不是來自於真空能量 而是由一種未知的粒子場所驅動 而這個場與時間有關 導致早期和晚期宇宙的觀測結果有差異 還有人認為根本沒有暗能量存在 宇宙會膨脹是因為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 在宇宙學這種大尺度中是不適用的 就像牛頓的萬有引力公式在地球上管用 到了太陽系規模就會出現誤差 或許在宇宙規模還有比廣義相對論 更完備的其他理論 等待我們發現喔 另一派科學家也認為沒有暗能量 我們會看到加速膨脹 只是因為銀河系剛好位於宇宙大尺度結構的孔洞之中 也就是葡萄乾麵包裡面空氣比較多 空乾比較鬆的地方 由於這個地方總體引力比較小 每個天體之間也就是葡萄乾之間 向外膨脹的速度比較快 但這不代表整個葡萄乾麵包都在加速膨脹 宇宙加速膨脹只是局部觀測的假象 這些理論或許可以解釋部分的問題 但沒有一個能解釋所有觀測的數據 而且由於觀測的限制 這些理論都缺乏數據的佐證 因此目前我們只能說 暗能量的效益確實存在 但我們還不知道它確切是什麼 欸 有人可能想問啊 研究暗能量對我們真的那麼重要嗎 其實它不只影響了宇宙過去演化的歷史 也影響著我們將來的命運 由於宇宙膨脹 物質的密度會因為膨脹被稀釋 但如果暗能量是常數 就代表密度不會改變 因此宇宙會膨脹的越來越快 導致遙遠的星系加速離我們遠去 最後暗能量會超過所有的基本作用力 包括引力、電磁力和核力 星系、太陽系和地球都將被拉開 甚至中子和子子都互相分離了 使原子不復存在 進入大撕裂時期 也將是宇宙最孤獨的結局 不過這是一百多億年之後的事情 在那之前 地球會先被死去的太陽吞沒 我們應該要先煩惱的 是如何移民其他星球才對 最後總結一下 暗能量到底是什麼呢 很抱歉 經過了幾十年的努力 我們得到的依舊只是一個問號 但藉由宇宙學的研究 使我們更謙卑 更加發覺自身的渺小 我們或許已經掌握許多物質運作的原理 也開發出許多高科技產品 但這些只是整個宇宙的5%載 宇宙中還有許多未知等待我們去探索 而它深深關心到我們的過去和未來 最後也想問問大家 你覺得當一切真相大白之時 我們會發現暗能量到底是什麼呢 你是覺得它應該要符合 我們最直覺的Lambda CDM理論 也就是宇宙加速膨脹的元凶真空能量嗎 還是覺得它根本不存在 我們需要的是比廣義相對論更強的理論來解釋 又或者你認為 按照我們人類這個物種的感知等級 可能永遠無法了解暗能量的真相 還是你覺得 我無法我移植我左手的暗能量啦 好的以上就是這集的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使用超級感謝支持我們 如果你還想聽哪些宇宙題材 也記得留言告訴我們喔 最後記得訂閱飯科學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加入頻道會員 鎖定更多精采的科學心知 科學議題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再見 iga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